阿姨 这一个人有办法吃吗 也可以的 这是点是吧 冷锅也可以 一般都吃热锅对吧 我就来热锅 我也来热锅 自己拿盘子 我先把我这个东西放好 找个位置 就这里了 先把位置攒好 一个人我觉得在哪吃东西都不方便 尴尬 人家吃火锅都几个人 我这什么都一个人 管它方便不方便 吃起来再说 昏的瘦的都来 其实上次就吃过一次 吃过一次 串串 好像昏的树子都一样价 我也不记得 这是什么 管它什么 就是 我这个盔大 我这上面没有 幸好我没拿过来 竖签子了 看这都是牛肉蒜姜麻辣的 军霸 我知道军霸什么了 是蒸头 我这锅底上来了 牛油锅底 看了就好吃了 这锅底是不是另算钱呢 这也就一起 锅底正常多少钱 25个 25一个 25一个锅底 我自己拿个啤酒 丢人不丢人 没事 可以调灼料吗 好嘞 我去弄点灼料去 这是我们点的 热锅像吃火锅一样慢慢涮 我总觉得一个人吃这些东西 特别尴尬 调点灼料去 这边一排的全煮料蒜泥 就跟果果底料是一样的 别那小杯子干嘛的 别告诉我 是喝酒的 再来一个 漏勺 筷子 咱们调料 尺碎 必须尺碎 吃穿安全 芝麻酱 还有这蒜泥 好熏人 什么醋 来点辣椒 不用辣椒了 因为它那个锅底是辣的 来点小葱 这儿跟我就不来了 我实在吃不习惯 然后我们拿一双筷子 啤酒 20块钱一扎 生皮 这干嘛的喝酒的吗 应该是 这锅底不错 这么大块 牛油两个大块 慢慢吃 慢慢过瘾 好了 我们的锅子也开了 往里面涮东西了 先往里面下了 我也不特别动 就是放里面煮 管的三些二十斤的 就是下锅 其实城都这边 它要比上海热 我穿的因为也是热的 但实在不方便拖 这个花菜下的鱼 放里面煮 这个火候太旺了 我把它调一下 下面调一下 这调就关了 拿上我们的开瓶神器 等一下 在冬子里面 冬子吃饭太多了 冬子多才适合我 出门带的东西比较多 我们的糖不舒服 我们也打不舒服 我觉得这小杯子真合适 喝不醉的感觉 小吗 我看这里面 把咱们开始煮了 忙了起来 这一大碗昏的鸭爪了 然后这是五股鸭爪 还有也不知道什么的 牛肉什么的 放里面煮的 前回应该差不多够吃了 这一大碗全放里面了 有点烫 慢慢煮吧 都会昏的 你看我为什么跑这家店里面 我觉得是装修风格 挺特殊的 就是怀旧那种感觉 这应该是80年代的怀旧感 戴着红领巾 炸了两个小辫子 还有吉他 不是80年代 不仅应该是70年代 就特别复古的感觉 6年一般 挺好玩的 好了这里面他牛肉应该可以吃了 过一则开着的 这牛肉里面带着金针菇好像 好像先用筷子给它拢下来 我上次吃错了 应该这样子 吃错了 让大伙笑话了 我记得 人都是从没经验到有经验 一点点学会的 好辣 牛肉是腌制过的 好久没吃辣了 喝点大汤酥 舒服口 还是真臭的 这一个应该是蒸 这手干的还蛮好吃的 鸡蛋 真的很上頭 一杯下肚頭就暈 兩杯下肚不激就差不多了 主要是好長時間沒怎麼喝了 再留著點 留著晚上還在啃骨頭呢 這頓飯不敢吃太飽 對我來說這種地方 這不是天堂 還有安全蛋 清淡一下 蔬菜沒敢說 因為裡面真的很辣 還有花菜 安全蛋 燙嘴 這只要買一杯 很嫌 我們在這裡的美食 很舒服 看到外國餐家 請然後到第二次 我們來吃一些 其他都可以吃 吃香菜 然後來吃香菜 吃香菜 吃香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